大家好,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学一门外语,看视频是非常有效的,不但有效,而且也很有意思。 但是有学生问我,为什么我看很多中文电视、中文电影、中文的YouTube频道,但是我的中文没有变好,没有提高呢? 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很有效的看视频,学外语的步骤,也会推荐一些我认为适合学中文的电影、电视剧和YouTube频道。 看视频,学外语的步骤分三步。 第一步,选择合适的题材和语言水平。 第二步,用英文字幕看懂剧情。 第三步,用中文字幕看第二遍。 好,现在我来说一下每一步要做什么。 第一步,选择合适的题材和语言水平。 那讲到题材,如果是为了学习中文,我不推荐古装的或者科幻的题材。 因为他们用的语言不是最常用的表达。 你花了很长时间学,结果在生活中不太用得上,或者很奇怪,不合适。 比如,古代中国人叫爸妈,不叫爸妈,叫爹娘。 现在没有人真的叫爹娘。 你如果问别人,你爹娘是哪里人? 这是很奇怪的,除非是开玩笑。 讲到语言水平,HSK1水平的学生和HSK4水平的学生需要的学习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 教学上有一个词叫comprehensible input,中文是可理解输入。 也就是说,只有在看得懂大部分的内容的时候,你才真的在学习这个语言。 比如,我不会西伯来语,如果你让我去看西伯来语的视频,有中英文字幕,我可以了解视频的内容。 但是我学不会西伯来语,就算我看一天这样的视频,我也学不会西伯来语,因为没有可理解输入。 HSK1水平的学生看我的这个视频,打开英文字幕,可以看懂我在说什么,但是学不到太多中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可理解输入。 合适的语言水平应该是comprehensible input加1,就是I加1,比你能听得懂的再难一点点。 第二步,用英文字幕看懂剧情,或者说用你的母语,用你更擅长的语言来了解剧情。 这里我用英文作为一个例子。 好,假设我们有一个很合适的视频,合适的语言水平,合适的题材,也有英文字幕。 那现在要做什么呢? 很简单,好好享受这个视频。 用英文字幕看故事,看剧情。 不过,虽然你可以看字幕,但不要只盯着下面的字幕,尽量去听听不懂的地方看一下字幕,帮助你理解。 如果你大部分都听不懂,那要想一想,是不是你选的视频还是太难了? 你可能需要一个再简单一点的视频。 但如果这个视频很合适,你一边看,一边会听到一些新的中文表达。 而且看着英文字幕,你就会知道这些表达是什么意思,你就在有效地学习语言了。 第三步,用中文字幕看第二遍。 第三步最重要,看过一遍以后,把英文字幕关掉,只看中文字幕,再看第二遍。 一边看,一边记笔记,把那些新的中文表达,还有它们的意思记下来。 你可以记下中文表达和英文的意思,中文加英文。 但是,如果你的中文已经不错了,我推荐你,写中文表达,再加一个中文句子。 中文加中文,用这个中文句子来提醒自己,这个中文表达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我自己是这样看视频,学英文的,个人觉得很有效,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学中文,大家可以试一试。 那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觉得很适合学中文的视频,都能在YouTube上找到,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好看的视频有很多很多很多,适合学中文的视频也很多。 在这里我只推荐一两个,我自己喜欢看的,在YouTube上能找到的,有英文字幕的,给大家一个例子。 欢迎大家在下面分享更多你喜欢的学中文的视频。 电视剧 第一个是小欢喜 小欢喜讲的是高中、高考、家庭和教育。 2018年在北京的三个高三学生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准备高考的故事。 第二个电视剧是以家人之名。 以家人之名讲的是三个孩子,哦,也是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和他们的三个家庭的故事。 三个孩子从小认识,一起长大。 这两部剧的语言都非常现代和生活化,所以你能听到很多实用的表达,而且故事也很感人,很好看。 电影 我推荐《飞驰人生和温暖的抱抱》很好看。 我推荐因为我喜欢看沈童的电影,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是喜剧 YouTube频道 Thomas阿福 阿福是德国人,但他和妻子住在上海。 杰里德 杰里德是加拿大人,现在和女朋友一起住在中国南京。 他们的中文都很不错,在视频里基本上是说中文的,而且都有中英文字幕。 另外还有一些有英文字幕的电视剧频道,我把链接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去看。 最后,当然还有我自己的频道啦,我们有中文,英文和拼音字幕,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哦。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